在去年第一季的全国剑步大挑战 每五名参与者当中就有四人因挑战而改变了 原本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变得更加的活跃了 由于活动见效 保健促进局今年推出了第二季的挑战 希望吸引25万人参加 全国剑步大挑战号召国人通过步行来保持活跃 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为吸引更多工作人士加入 挑战今年增设了一项公司内部的项目 卫生部政务部长徐方达表示 政府正同各阶层合作 鼓励国人活得更健康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记者问李光耀先生 他怎么保持活跃 保持健康 李先生就说不要吃太多 要有足够的睡眠跟运动 他也说我们必须要保持活跃 工作要有兴趣 挑战也将采用崭新的科技功能 以及注入寻宝游戏等有趣的活动 目前共有6万2500人报名参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